娱乐圈中有很多演员被大家称之为狼魔 他们几乎能够做到全年无份衔接的镜组拍戏 这样的敬业精神还是让大家很感动的 而且这一类演员也会有一些共同点 比如他们很少会参加综艺节目 肖战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娱乐圈中比较有事业心的男演员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低调的拍戏 只有作品播出的时候才会适当的宣传 而且他也很少会参加综艺节目 几乎没有在综艺节目中常驻过 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有两部作品圆满收官 近日也有官方消息称 肖战与白白河合作主演的新剧交扬伴我也正式定档 这部剧的整体速度都很快 从确定选角到拍摄再到如今的定档 很多影视作品在正式定档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网传消息 肖战此前出现的一些作品 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其中就包括前一段时间黄金档播出的玉谷摇 这部古装剧自从杀青之后就被网传了很久 甚至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但这一次的交扬伴我几乎还没有轮到网友的网传 官方就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布了正式的定档时间 这部剧将在央视上新播放有了官方的官宣 粉丝们也都更放心一些 这部剧大概率会如期播出了 如此算来肖战今年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三部剧和大家见面了 上半年陆续播出了《门中的那片海》和《玉谷摇》 下半年又有都市爱情剧《交扬伴我》播出 此前大家积累了肖战的代播剧 如今已经都陆续的见面了 在一年之内能够播出三部剧 这样的速度肖战在今年绝对是第一人 《交扬伴我》也是肖战此前从没有尝试过的题材 这是一部都市爱情剧 喜欢肖战的朋友都知道 自从他走红以来他出现了大量的古装剧 而且早些年的时候几乎每部剧都是古装剧 这几年他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 包括一些年代剧 现代爱情剧 此前他在梦中的那片海中饰演的肖春生 就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角色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为了梦想不断拼搏 一直在路上的年轻人的状态 在《交扬伴我》中肖战饰演的是一位都市中的年轻人 而这部剧中的故事线也是大家很期待的 肖战饰演的是一位主动追求姐姐的年夏男 从预告中能够看出 在这部剧中肖战有很多新鲜的尝试 比如喝醉酒后一直在和姐姐闹 还有在职场中的一些精彩表现 这几年肖战在拍戏的过程中越来越开心 大家从一些路透花絮以及杀青特辑中也能够看出 肖战每一次合作完之后 他与合作的伙伴们都会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演员更加饱满 更加投入的状态也会让观众非常期待作品 如今《交扬伴我》已经正式叮当了 接下来大家就敬请期待肖战在剧中饰演的年夏弟弟 他和白百合饰演的角色之间 又会展开哪些精彩的故事呢